每年回历九月实行的斋戒 在古兰经原意是坚韧和克制 在一个月的斋戒期间 从日出前清晨四点开始 直到日落傍晚六点 斋戒者必须停止饮食 力求心灵清静 行为谦逊和平 斋戒能净化人的心灵 使人情操高尚 心地善良 还能使富人体验穷人 忍饥哀饿的滋味 斋戒了十四个小时的人们 在太阳落山后才能开斋 这里摆卖的都是指 按照回教徒在屠宰 加工 制作过程符合清真要求的食品 在马来西亚 清真食品往往加入了本地特色 如咖喱马银薯角 椰奶烹煮的香烹烹煮筒饭 各式传统糕点 都是不能错过的南洋美食 在这个马来美食天堂里 集聚了各种巨特色的 马来传统小吃 不光只是马来同胞爱吃 也吸引不少当地的华人 和印度朋友前来捧场 一起感受开斋的气氛 尽管目前每个月 哈芝丽娜一家获得 社会福利局的补助 可是哈芝丽娜认为 这不是长久之计 想要保障孩子们的未来 只有自力更生 于是趁着马来开斋节来临 哈芝丽娜凑合了五年的储蓄 打算能摆个小摊 售卖马来家肴 只是万事起头难 也是直接照顾过的他 这个心愿被志工赖秀威听到了 然后就问我有什么资讯 可以拿到就是关于这个执照 这些海生 从我的顾客当中 有人就是说 从去年他们有做生意的 他们只要去申请这个执照的话 从那边知道 拿他们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直接让他知道 这个资讯可以到哪里去拿 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 患有先天性疾病 而逝世 赖秀威更能体会 哈芝丽娜为了孩子而努力的心情 经营行动电话生意的他 除了不令和哈芝丽娜 分享资讯与行商经验 还大方地借出了自己店面的仓库 供他寄放工具 他曾经告诉我 就是说医生告诉他 这个孩子不知道活多久 可是他讲 我也没去考虑 这个孩子能活多久 我在想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样好好照顾他 只要他们活着一直 我就很高兴地遇见那样子 所以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感动 一个妈妈的心 真的要一样子 前世的付出 这种无私的爱 真的让我很感动 建议地面对自己生活的困境 哈芝丽娜在自救的同时 也不忘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在贪卫帮忙的这两位马来妇女 也是来自生活困苦的家庭 哈芝丽娜在了解到他们的困境之后 除了真聘他们为助手 也不嫌弃他们不懂烹饪 不能自备交通 非常体恤的每天去接送他们 希望借此帮他们 节省一笔交通费 我抽分开 我教育的 是因为我提供在家庭 我喜欢逮助手 我当时离学会 我能够청得如何 我能够使用他们 也能够他们 也能够持续了 我能够通过一些 亲爱的 如果相中惯 我跟家庭 这么一样 我能够消失了 我能够交出 我自己的 就如在界的本意 坚忍于克制 同理穷人的困境 这份情操也许上苍看见了 Hajalina对上苍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回报 在受邀上有线电视台的节目中 他意外接获本地连锁超市 一千盒的巧克力订单 能获准一个无印商标的手工制品进入市场 这是不可思议的惊喜 对于Hajalina的意义 绝对不仅仅是一笔生意 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 突如其来的惊喜背后 却也让Hajalina措手不及 她一个人三头烧 三个孩子需要照料 拽借档口的生意要兼顾 如今还要在一个星期内 赶出一千盒手工巧克力 她筋疲力竭 一天睡不足一个小时 而这时志工扶了她一把 这时候都是她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忙 就是说不管是我的员工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我们实际的志工 然后当下她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援助她的话 我们应该也就算出去帮忙 多年的感情累积 志工就如家人一般 在这儿非常时刻 来修为召集人手 甚至挑来自己公司的员工 希望能在两天内 协助Hajalina完成第一批 手工巧克力 所以在这儿时店里帮忙 我帮忙 想要在梁档口水中心里 则是梁档口水中心里 所以她们在梁档口水中心里 她都能帮忙 她为召集人手中心里 她能帮忙 和闲口水中心里 被窖面 和梁档口水中心里 我能帮忙 我能帮忙 有时候 我能帮忙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人的手指 帮助人的困难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人的困难 比较大人的困难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人的困难 经过大家两天的努力 第一批手工巧克力终于尤其完成 这一天,Hajelina细心打扮 准备把这份汇集众人的力量 也是大家的祝福的第一份产品送到商家 他经常用的这个族 绫统的族要是《Never give up》 而且孩子在这里也说 我们长期生,我们会担任 我们想抑制它 希望这件事成为一个 支持和支持的益力 和反抗和抗的益力 他真的没有想到 能让任何东西在他面前 他都想面对他 解决他 他会显得好 所以我就想每天我都会为他祝福 我感到尊重的感受 我感到尊重的感受 也不肯定是他的感受 確實在所有人都喜歡 很高興 我以為一種的第一種 我為一種的目標 我為我做出了 我的身份 這就是全財財 我們必須做出事 若我們做出事 跟祈禱 祈禱會幫助我們 这一切的过程能净化人的心灵 使人情操高尚 这份意义今年对哈芝丽娜来说 显得格外深重 毕竟生活的淬炼 她依然感恩 也深信着上仓做了最好的安排 走过种种的磨难 她依旧坚强 因为知道自己绝不孤单 这份美丽的心灵力量 将会带引哈芝丽娜一家 重新引来新生活的地道曙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